好 那我们看看今天质询的状况如何呢 七名名长立委 口头质询改成书面质询 我们看到今天哪七人呢 好 黄杰 郭国文 杨耀 林楚音 王美慧 王世坚 赖会员 强哥罗志强直接呛啊 绿色巨鹰在干什么 然后名长上周才来哀叫 说韩国瑜没收了他们的口头质询 今天竟然有七位名长立委 放弃口头质询改成书面质询 其中郭国文赖会员林楚音就他们三个人 上个星期五民进党被唱名未到的其中三个人 而且大声抗议的也是他们 结果今天呢居然改成书面质询啦 林楚音有先解释 他说我是被韩国瑜恶搞 所以心生恐惧 原始委员 对 那林楚音可以辞职了啦 我只是觉得可以辞职 因为韩国瑜接下来三年多都是他当院长啦 他有恐惧下去 所以每一次总执询你都会心生恐惧嘛 都会怕被韩国瑜恶搞嘛 所以以后都漱面质询好不好 那除了总执询之外还有各式各样专案报告 都是韩国瑜主持啦 你都心生恐惧啦 基本上可以辞职啦 如果做一个立委这么玻璃心的话 抗压性这么弱 然后实在是可以辞职 但我觉得实在是讲这个理由他都不觉得好笑喔 所以刚刚千惠你刚刚讲说最扯新闻 其实我是要选监委啦 我觉得那个监委帮陈宗燕开脱的理由 我真的快笑掉大牙 我觉得陈宗燕不用找律师好不好 就找那些监委帮你当你的律师 太厉害了 他居然讲说 你们又不能保证陈宗燕他找了小云 就一定要找小云干嘛 就像陈宗燕确实是有问小云 有空吗 可是没有说要找小云干嘛 监委讲得太好了 真的我们都没有发现这个点 真的 小云搞不好会插花 会刺绣会下棋 会涮塔罗牌 他是陈宗燕的心灵导师 所以陈宗燕每当在职场被霸凌 或者被赖清德骂的时候 他的脑海当中他就浮现了小云的脸 小云有空吗 我需要心灵的开导 所以像这些这种事情 我们没有经历过社会式的 我们都不了解 所以都没有办法帮陈宗燕辩护 只有那个监委真的是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所以这我个人是觉得很离谱 那当然林土银这个也是非常离谱 只是说林土银真的是好笑 我觉得他的严重性没有像监委这么严重 因为监委毕竟你是 你是宪法机关 你的功能就是要弹劾这些不当官员 结果你可以帮 这些官员开拓到这种地步 离不离谱 那林土银这个夸张之外 黄杰也很夸张 黄杰今天也改书面咨询 他也在那边狡辩 他说我今天我要书面咨询 或我要口头咨询 关你罗志强什么事 哇太好了 那以后你们就不要讲我们 对不对 然后黄杰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出国啦 你出国四年以后再回来嘛 那人家骂你说 你怎么可以领纳税人的钱出国 我要出国关你什么事 对不对 反正我那些选民他支持我就好啦 我当薪水小偷 关你们什么事 我选民开心就好啦 还真是这样 因为选民不在乎他质不质询 选民不在乎他cosplay就好啦 对不对 我是被立委耽误的cosplay演员 好不好 我们选民都看得很清楚 你们这些不懂的人在那边要求什么 我觉得那黄杰怎么 怎么这么可以堂而皇之的 把这句话讲出来 像小弟我 也是曾经有被委员会跳过的经验 上个礼拜一 我们被跳过我们就自己承认 我们就认错 我们就说因为 当时不是很了解那个议事的规定 所以没有去盯场 然后没有注意到时间被跳过了 我有去骂当初那个招伟柯志恩吗 对不对 柯志恩 你没收宪法赋予我的权利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没等我呢 我有去 没有啊 我们就 鼻子摸摸摸就算 自己改进嘛 对不对 所以下次就要去盯场 这个自己改进嘛 那我 我可以学黄杰吗 说 不行吗 不行吗 我有去咨询 没去咨询 关你什么事 对不对 当时很多民进党人也出来骂我啊 早知道我就学黄杰 关你什么事 然后那时候民进党 你会被骂刚才 对 对 因为我的选民是比较重视这个 优质的一位 不是说主张我cosmate就好 也不是完全看颜值 虽然有看 但是如日不是完全看 但是 干嘛哭这一句啊 对就是 那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这样子做啊 对 然后 那时候民进党的 哇 因为我们委员会被跳过 把他们讲成怎样 薪水小偷很严重 那你民进党你们这些人 薪水强盗 为什么是薪水强盗 因为 说实在委员会 质询被跳过比较常见 我不是为自己开脱 我先认错 我只是描述这个状况 委员会比较常见 其实你去看各个委员会 都常常有委员被跳过的状况 而且 我们在委员会跟部长 或跟部会 见面的机会非常多 所以我一次被跳过 我很遗憾 但是我下次还是有很多机会 可以跟大家对话 可是总质询不一样啊 总质询是只有 是针对院长哦 而且总质询是 就是像我 我前两天不是我在质询的时候 我就是一直被部长插话嘛 然后我后来就跟那个韩院长求救 韩院长就说 部长 不好意思委员请你下去 后来那个部长就下去了嘛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会不想让部长一直插话 因为你部长讲那些鬼话我已经听烦了 我在委员会的时候就常常听他讲那些鬼话 所以我今天要利用院长来的机会 把部长的鬼话讲给院长听 看院长接不接受 看院长是不是也是一个讲鬼话的人嘛 这才是我们要总质询的重点嘛 所以总质询很重要 那你今天你那些民进党的立委 你们是总质询不要哦 对 所谓的改书面质询就是不质询 对 就是把你们书面质询放弃 总质询你们都不要了 那你在委员会我们跳一个质询 一直骂我们到底是怎样 你们就这就是很明显的双标嘛 然后 那你那为什么既然你们根本不认为 总质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们这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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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可以听到 然后上一次 对不对上一次然后还被韩国瑜跳过 好像韩国瑜好像把你生命剥夺 我一样韩国瑜怎么可以剥夺我的 圣法赋予我的权力 这是天赋人权 这是民主国家给我们最神圣的使命 我只要没有总质询我这一 我这过不下去 有亏我立委的职权 有没有他讲的是这样对不对 用生命在呐喊我都感动了 对不对差点 我其实我是替他们感到遗憾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们有满腔的报复 要利用总质询这个场合把表达出来 可能会一个施猴公让陈建成招架不住 我本来是觉得啊好可惜哦 你们没有这个机会 为他感到惋惜 结果今天改书面质询 那你在演什么 你跟我讲你在演什么 可是林楚瑜说改书面质询 至少有质询 但被没收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就是没有质询 不要骗不懂的人 书面质询就是 书面质询随时都可以书面提出 不需要在你有口头质询的时候 才书面质询 你任何时间一年365天 任何时间都可以提书面质询 所以不要拿书面质询来糊弄大家 那就是骗不懂的人 就说面质询就要注意写一写 然后要交出去 你根本什么事都不用做 对 你可能要看一下我们错字 那上 所以林楚瑜的心态反映什么 你知道 林楚瑜的心态就反映你说 我可以不要 但是你不能够 让我也不要的全力把我没收 就我不重视这个事情 可是我不重视这个事情 是要我自己讲 不是你可以没收我 但他这个想法也是错的 因为大家都讨论很多次 韩国瑜没有没收好不好 是你们不在 所以我觉得他们为什么 现在黑韩国瑜 黑不太下去 就是这个原因 他们越打韩国瑜 韩国瑜现在声望越高 所以说骂韩国瑜 怎么敢下班 那天最认真就是韩国瑜 然后骂韩国瑜吃水煎包 韩国瑜中午 不要说吃水煎包了 吃大肠包小肠 吃鸡排 吃蚵仔麦刷大肠面线 都不关他们的事 因为那就中午休息嘛 对不对 不关水煎包什么事嘛 对不对 然后说韩国瑜意识不中立 第一个被跳掉的那一位 姓罗明才 他是国民党的 对 请问哪里不中立 韩国瑜就是怕人家讲他不中立 所以才跳掉罗明才好不好 不然他也可以一直 等等罗明才出现 他就不要 所以黑不下去 所以我是觉得 其实我刚刚讲到庄瑞熊 我在想说 其实其他民党立委是不是想下车啊 就是一直想讨论下去 对他们会好吗 但庄瑞熊就一直不下车 而且你骂对他硬要蹭韩国瑜 你说你老板韩国瑜敢打败了 对 我跟你讲庄瑞熊就是 对耶 因为洪森汉已经三天没讲话了 对 有点说没法 他已经被骂惨了 对 那庄瑞熊还 因为庄瑞熊他不是当事人 当事人就是像那个庄瑞熊啊 譬如说林楚音啊 所以林楚音今天才被检验嘛 不然他改书面咨询也没有人知道啊 对就是因为他前几天 演太过了嘛 对不对 所以才能检验嘛 还有其他什么郭国文啊 对 陈廷飞那些当事人都改书面咨询 大家才会放大进去 麦会员啊 麦会员等等 那我认为庄瑞熊就是欺负老师 欺负人啊 嗯 你什么时候看到庄瑞熊在这几年 对官员有 官员有那么大声的 没有 那是因为那个周万来 是韩国瑜任命的 他认为好欺负啦 他终于可以大声了啦 所以他把这几年来 的这个怨气一次巴挥 因为他对民进党官员他不敢嘛 嗯 他怕 他怕太凶会被认为高加于第二啊 所以他忍住啊 嗯 那现在看到好不容易 不过我觉得我们那个 排的也是蛮奇怪的 居然叫立法约米索来背讯 然后他就利用这个机会 就直接就骂那个周万来 所以就欺 就欺善怕恶 其实庄瑞熊昨天 昨天那感觉很逊啦 就是感觉就是在巴牢骚 然后只敢欺负人 没有也没有加到什么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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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